來跟我們分享一下,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想這個城市看起來越來越重要的事情 裡面在辦展,我們用我們對這個城市的想法 在這個街頭巷尾上面辦我們的展覽 來表達我們對這個城市的一個期望 前幾天我們知道 中間煙廠後面的頭蛙池的水不見了 這個事情在過去很多住在這個地方的居民、里長們都非常的關心 我想大家從過去的人都知道 那北邊有一條高鐵,有一條鐵路 它組了兩道圍牆,把這裡給隔開來 藍邊有一個結印,也是兩個大圍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這一塊地方,其實非常的脆弱 因為我們知道,整個台北盆地過去就是一個 是一個泥巴填起來 那一百多年前在清朝的時候還是一個耕座的地方 今天可以蓋很多這個大樓,當然是靠現在很大的機器 可是人類總是摸不清楚到底 這個土地下的狀況 大家想看看這個荷花池是怎麼樣 水不見 前天報紙我們知道,文化局的科長說是跟遠雄巨蛋開花無關 這我們不知道 可是人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松菸巨蛋開始要做的時候 提到現在 我們有看到一個政府的相關單位 因為他可以找花錢,找公公司,找祭司來做 到底這邊的水溫狀況怎麼樣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他要讓市民能夠放心的來讓這個地方蓋巨蛋 政府連這個事情都不做 連這個事情都不做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那個災難就留在這個城市 我們今天要綠地不是為了美化 其實是為了安全 再講整個台北市的排水溝的溝徑大概只有79mm公里 一個小時如果下79mm的話 我們排水溝是承受得住 可是試想大家想看看 現在每次大雨 哪一次沒有超過一百兩百 未來更多這個叫強降雨 已經變成我們這個城市的要去面對的問題 大家想看看 這個為什麼現在不會淹水 因為水下來就在泥巴地上流來流去 所以它不會馬上淹水 大家想看看 這塊基地未來就是台北的實驗區 當它全部蓋完變成水泥地的時候 大家想看看這些水要流在哪裡 所以最近政府告訴我們 你如果淹水半小時的話不叫淹水 為什麼 因為它半小時又可以排得掉 所以淹水將成為台北都會去居民的 怎麼樣 不是夢夜喔 是我們的生活的一部分 政府這樣告訴我們 淹水半小時不叫淹水 為什麼 因為政府已經沒辦法 我們不可能把台北市的水溝 然後報警全部在短時間內加大 所以它只能告訴居民說 你就自求多福吧 基於這幾點我想 我們今天已經開始要去面對 台北盆地它的極限 所以這個巨蛋 它可能不是最後一個提案 我們最近看到那個北部的這個轉運站 發現規劃錯誤 交通汽車沒辦法在這裡運轉 那大家想看看 送運巨蛋可以嗎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多的疑問 那做一個政府 它是不是要能夠把這個東西來講清楚 大家總是要在這個城市安居樂業 以上是我的潛艦 謝謝